伸手不见五指的夜色中操体能 想加入美国海军特种海豹部队 就得经历24周的魔鬼训练 其中一个环节又被称为地狱周 一系列的高强度训练 一天可能睡不到四小时 有超过一半候选学员熬不过去 现在更传出有人疑似因此丧命 凯尔玛伦的死因目前还不清楚 但是美国海军说这两名候选学员 在成功挺过地狱周训练后几个小时 被送往医院 经过救治凯尔玛伦还是不幸去世 纽泽西州长召开议 疫情记者会也不忘挨到这名 年仅24岁还是耶鲁大学的高材生 海豹部队过去20年的严苛评选中 就有17人在候选训练中死亡 没想到这回再添汗事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